这是我们鸡翅栽培的番茄 长得还不错 出乎我们的意料了 本来这种大棚的东西是没法种番茄的 所以今天做了一个尝试 采用鸡翅栽培的模式去做了 在下面 种植袋 你看根系都扎在这上面 担心这个温度上不去 所以我们就 铺了一个白色的地膜来提升根部的温度 这个无土栽培成本最高的地方基本上是在栽培机制 栽培机制成本高的地方是运输成本 因为本身栽培机制 它没有多少钱 所以说一般建议我们种植户有些想做无土栽培 降低成本的最好的方法 实际上就是利用当地的一些资源 经过简单处理以后 就可以作为栽培机制 这样的情况下你做无土栽培 这个成本可能一亩低就两三千块钱就够了 非常非常低 好比说我们可以用这个种蘑菇 留下那个菌棒 它就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栽培机制 但是你用的时候你一定要处理 首先你要把外面包那一层塑料布一定要去掉 如果塑料布你去不干净的话 根系 扎到塑料布上以后 根系就坏掉了 第2个呢 这个菌棒呢 在用之前一定要发酵 实际上发酵的方法呢 也比较简单 可以买这个椰木菌的菌种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红糖 把这个菌种进行扩繁 一般情况下 10天左右就可以了 效果非常好 扩繁以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 扩繁过的菌种呢 和这个 菌棒 混在一起 然后一方菌棒里面 我们再加上10公斤的尿素 去进行发酵 用这个10公斤的尿素的目的干啥呢 因为 这个菌棒 它的摊摊比非常大 如果我们不加尿素 不调整这个菌棒的摊摊比以后呢 然后呢 到时候 植物根系 它在市场过程当中呢 往往得不到更多的这个蛋 而受到这个 地上部生长的影响 所以要改变一下摊摊比 所以说呢 使用菌棒 我们经过简单的处理以后 就可以作为一个 非常低的成本的 栽培机制